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吃生有什么好处呢 明明我们人类不是在进步 为什么我们用以前的饮食方式 吃生食不是吃熟食 原来在生食里面 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营养素和酵素 是要透过吃生的食物 我们才可以保存下来 刚才说到酵素和营养 这些食物原来我们的饮食方式 在熟食里面 很多透过高温已经消失了 如果我们透过生的用低温 刚才是说41度以下 这些营养又可以保存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吃 要改变习惯那么辛苦 或者是要改变 有什么动力去 原来我们这个饮食方式 是一个给我们营养 亦都可以帮我们身体 同时进行排毒的方式 这样东西是非常之重要的 一般我们平时说 饮食我们要吸收什么营养 那些东西是重要是好的 但是原来当我们身体 吸收能力差 我们亦都没有办法去用 我们吸收了营养的时候 那我们吃什么下去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 要透过饮食去帮我们 不要在身体积聚垃圾之余 我们亦都可以充分利用 那些饮食的营养 现在很多城市人 会有皮肤敏感 无端端有头痛 整天人就好像 虚虚浮浮浮 好像健康状态 硬是睡极都不够 或者是睡醒都不精神 那这些都和我们身体的毒素 疲累 积聚有关的 那如果我们透过一个 非常之简单的饮食方式 令到我们身体的机能 是很轻松可以配合 而我们身体的毒素 又可以排出 那这些的症状 是会慢慢消失的 有很多朋友 告诉我 他们就是试一餐 他们吃全全山素 他们已经体验到的好处 可能他们第一 就不会累 就是不会说 吃完午餐之后开会 就惨了 反起攻心 第二 可能他们吃了一两天 已经觉得 咦? 为什么我看东西好像这么清楚? 为什么我晚上睡得更好 早上起床不累 那这些反应 我们吃Rawrigan 吃三 已经可以很快 即时体验到的了 完成